警方公监顺利逮捕嫌犯 刑事局调查发现 这个诈骗集团利用投资股票 诱骗被害人加入投资群组 并下载APP 在由厕手假冒投雇专员 向被害人取款后 洗成虚拟货币再转到诈骗集团手中 诈骗金额达2亿4千万元 他会先在YouTube、脸书、IG等等的社群网络 来投放假投资的广告 像是假冒股市的名人 或者是财经界的名人 来推荐股票给被害人 并且保证获利沦赚不赔 那么等到被害人点击观看这个影片之后 再将被害人加入LINE的好友以及群组 来分享这个股票的标普的内容 等到被害人有所心动之后 在诱骗被害人来连接下载 这个假的不打投资APP 接下来再鼓吹怂恿被害人 来进行股票的投资 那么这个时候机房的成员 他就会通知水房的干部 也就是关庆祖贤来指挥他旗下的车手 来面交虚款 那车手就会假冒这个富达公司的专员 来向被害人收取所要投资的款项 那当车手拿到这个投资的款项之后 就会向币商来购买虚拟货币 再将虚拟货币打入这个集团 所指定的钱包里面 再由这个钱包的管理者来负责 将虚拟货币回水到诈骗集团的手里 另外则是有资本公司杨琛与澳洲券商合作 招揽投资人参加说明会贩售境外基金 109年起有超过上百位受害 总金额达美金4865万 约合新台币14亿元 市民投资公司以投资外汇市场为名目 在国内向不特定的多数人招揽推销基金 该公司在去年的4月份对外公告 已经无法支付投资的红利 所以部分的投资人在去年的年底向警方报案 经调查该公司在109年4月间 对外宣称与澳洲某券商合作 声称这个涉案的基金 是由该澳洲券商公开发行 年获利达到百分之十四 所以配合代销公司 吸引不特定的多数被害人 来参加实体及线上的说明会 导致上百名受害人受骗投资 总金额高达美金4865万元 除了以假投资为名号进行诈骗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更增破 利用网银转账洗钱的诈气转账水房据点 经过多层转汇 最后将账款汇到香港金融账户进行洗钱 它的犯罪模式是被害人把钱汇到空投公司 进行多次的一个转账 最后汇兑免金至境外账户 那比较特别的部分是 八败分子是透过移工的人头账号登入网银 多次的一个转账进行洗钱 那在机动转账水房的一个特性 它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进行转账 那透过移工人头门号阻壁查契 所有汇兑外币以后转至境外账户 那在外面过程之中是没有出现面交车手 那这样的一个机动转账水房的部分 事实上会增加警方上查契上的一个难度 短短一周的时间 刑事局就连破示其假投资股票与境外基金诈骗 及网银转账洗钱案 展现政府合力打击诈骗的决心 刑事局也呼吁民众 应该透过合法管道进行投资 对于保证获利等诈骗话术 更要小心警惕 才不会让自己沦为诈骗集团眼中的肥扬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